古代法医真相电影中那么厉害吗 在美剧犯罪现场调查里 主角们称宋慈为法医学的鼻祖 手段极其高明 在电影《法医宋慈》中 宋慈仅通过观察尸体 就能准确分析出此人生前的职业 他对溺水和烧伤的研究与推敲 甚至和现代法医学的判断原理 几乎一模一样 在书面记载中 宋慈是历史上第一个将指纹作为断案凭证的人 他对细微指数的研究极其深入 在历史上 宋慈还有很多独创的绝招 检验皮下出血时 他会把酒醋沁涂在皮肤上 经过一段时间 血痕就能显现出来 因为在醋中含有乙酸 能和出血部分的血红蛋白发生反应 变成褐色 而酒能增加皮肤表层的投射性 现代人判断是否骨折需要照X光 但是在宋慈所著的《喜源录》中 就记载了直散验伤法 因为骨折的铜油直散 可以过滤出红外和紫外光线 照射之下就能显示出伤痕 这与现代使用紫外线验伤的原理相同 但是它也有在时代限制之下产生的错漏 比如滴血认亲 事实上血滴能否融合止合血型有关 跟是否亲生没有任何关系